交费 旅館住宿费 三餐都是他自己出钱 所以我们接待他很辛苦 为什么呢 他有他自己的坚持 然后我们每餐饭都要拆账 我们外交部住英国代表处 还有爱丁宝办事处有一批工作人员 还有大使 然后另外他有一批警卫人员 工作人员 跟他一起来的安全人员 还有他自己 第二次他女儿也去了 所以我们要拆三份账单 每次都把那个店家搞到有点 好 每次都要拆账 好 所以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 从完全不认识 那在他去爱丁宝之前 我想他已经去过很多国家了 我在猜 我们第一天早上去的时候 早上跟他打拆账 他不太理会 好 那就在旅馆 因为旅馆都是他选择要订的 那我们旅馆都不会太贵 因为他自己付钱 英国也那么贵 所以呢 他选择那个旅馆 我们就进住 然后他要去场刊 什么都弄好 结果 早上一大早起来 我们在门口列队 车队都弄好了 准备要出发 开始第一天的节目 前一天就来接鸡嘛 然后第二天就要去看 进行正式的节目 结果呢 跟他打招呼 他几乎没理由 我就心里很奇怪 我就有点纳闷 这个富人很酷哦 真的是酷酷少 好